另外今天民进党议会党团也在蓝宇杰闭幕的时候 用逐罚航行东山河流域的方式 对幸福停办童万节的决定表达不满 并且也强调既然复办童万节公投案遭到否决 那最后就只有换县长才能让童万起死回生 今天恰逢蓝宇杰闭幕 民进党议会党团悬在东山河流域 用逐罚游和的方式表达对幸福停办童万节的不满 要公投 外县长 外县长 爱童万 爱童万 要公投 要公投 因为童万过去是可以说秦水公园是固件 这个地方的象征会繁荣 现在固件因为童万的党颁已经没入了 因为童万的党颁已经存在了 所以我们特别这个地方来訴求外观党和办童万节 复办童万节公投案遭神议委员会否决之后 民进党的抗议澄清动作不断 虽然童万节复办议题无法交由宜蘭宪明来决定 律云强调最后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换县长 你给我的庇幕 我们希望这个庇幕 这个庇幕 是永久的庇幕 一年开始就是判官党 新的有来用 国际法有来陪的这个童万 又重新来办 我给你办嘛 我给你庇幕 所以说有这个办法 把官党判掉就好了 我们说得对了 童万不办 不但杜索在府里看看 插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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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党房里里拉得沙沙 这个官党要减土了 所以说 我想我们要是继续来服务 共同党要继续 童万要办 官党要办 民进党表示 县长吕国划毁掉了宜蘭人的光荣与骄傲 停办童万节的决定实在荒谬 宜蘭新闻记者光珠和藤博道 欢迎县长